马赛克招牌电风扇充满60年代风格 门前放满豆腐等豆制品 加看更像一家杂货店 这位处香港最贫穷老屈身水部的小店 已经有60多年历史 它从打工到接手经营也20多年 前铺后工厂新鲜豆腐加鱼肉 约10元台币一块的煎量豆腐 是这里的招牌美食 其他还有豆花 豆樟等 而第二代协助店面经营 在旁加开分店 也增加猪脚等岗位美食 不过豆腐仍然是主打美味 过去每天做100版豆腐 受疫情影响少了游客 大约做80版 台湾占了有七成 有三成就是泰国 马来西亚 甚至日本 他们已经连续多年 登上米其林街头美食榜 而这次更晋升到Bibi登推介 也就是高性价比的餐厅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导 中文字幕Z像他 男神 字幕统筹 mist 有兑 中文字幕Z连续